森林措自然保護區是我國典型的高原湖泊聚集區 也是獨特的高寒濕地生物群落 優越的地理潮建加上高原濕地小氣候 成就了今天的鳥島 整體環境的話 相對來說就是它屬於高原 比較惡劣的一個比較安靜 隱蔽的地方鳥島它就是個好 因為它原一般過不去 温度較高 有利於鳥暖孵化 大無焰 鳳頭屁梯 赤麻鴨等候鳥 中指季節要數鳳頭屁梯的潮最神秘 在靠近岸邊的地方 占據一處礁石堆作為天然 而後來者就只能在湖面岸家了 錯亂鳥島因植被覆蓋少 石碗不會流動很大 如果它省得一路 因為有雨下雨 就有一個上角度 這時期它們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素食者 就是繁殖前期它又可能吃一些浮游生物 因為它要孵化 這些需要一些營養 包括育除的時候 還需要一些蛋白含量比較高的這些小動物 像昆蟲之類的 鯖湖一帶不僅是候鳥的天堂 鯖羚羊的骨香 進入六月份 母葬羚羊的途中 而公葬羚羊則帶著亞成體活動 將遷徙到拉薩河谷 雅魯葬布江河谷 那裡的農牧民在收割青蛤時會故意 大自然的恩賜 在養活一方百姓的同時 也要在空中精靈 這在當地已經成為千百岩蘭桶 我們的亞家柳玉做過調查 亞家柳玉的總局數量在10萬隻吧 它是山洋市最新之運的 很多朋友在台灣之 Left 鯖湖過去 隨著氣候環境的改變 瑟ью鯖湖面萎縮 為它的一個衛星湖 鯖湖從中分離出來